朋友们好,我是欣岳 用电饭锅做面包的肯定很少见 今天用麦片来给朋友们分享一个电饭锅面包的做法 比好像烤出来的还要好吃 下面开始吧 首先准备适量的麦片 麦片最常见的做法就是煮粥了 接下来做一个创新的吃法 麦片在出产前都会采用着许多的脏东西还有灰尘 我们先来清洗一下 把麦片转移到大碗里面倒入一大碗生水 用小手抓一抓,把麦片上的脏东西洗掉 抓几下水就已经很浑浊了 然后过滤掉水分放在盘子里备用 碗中加入一勺酱膜粉,一勺白糖 倒入220克的温开水 先用筷子顺势的搅和搅和 把酱膜粉和白糖搅拌至和水融合在一块 然后分多次少量加入400克低筋面粉 再扫成这种大一点的面絮状 然后用小胖手给它搂一下 在碗中搂出一个比较光滑的面团 碗中无干面粉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盖子敏锋起来 去找一个太阳给它晒一会儿帮助醒发 接下来处理一下麦片 倒进锅里加入一勺食用盐 一勺十三香,半勺五香粉 先开文明火来翻炒一下 把麦片中的水分给它炒干 全程需要三分钟就好了 像这样炒干的状态 由铲子调起来不挂铲子就可以 出锅倒到盘子里面给它晾一会儿 我们的面团已经醒好了 拔开以后全是这种蜂窝状 全是这种密密巴巴的小气孔 然后想办法给它取出来 放在案板上落回原来的大小 猪涂加入晾凉的袋片 用尽全力给它搂一搂 把厂家的麦片搂在麦团里面 最后再搂圆搂细腻就行了 撒上一点干面粉防止粘连 然后用干面杖擀一下 擀成一张薄厚均匀的大面饼 像这样就行了 在表皮上刷上一点生水 辅助面饼粘连 然后从底部向上慢慢地卷起来 卷到一半的位置停止 用刀在一半的面饼上切上一个花刀 面条的宽度在一公分左右 切好以后刷上一点生水 然后再次卷起来就行了 刷了生水可以让面饼粘连在一块 卷好以后从一头向内卷起来 盘上一个花形就行了 这个尾部呢我们用小手按平压在下面 在缝隙里面也刷点水 让其粘连在一块 像这样我们一个完美的生坯就做好了 这次呢我们不用烤箱 用电饭锅来制作 在锅的内坛里面配点食用油 先用刷子涂抹均匀 趁它不注意的时候把生坯放进来 在生坯的表皮上也配点食用油锁住水分 然后给它盖上盖子 天气比较冷 我们先用保温功能 让生坯在电饭锅里面二次醒发一会儿 然后去准备一个鸡蛋黄 用小刷子给它搅散备用 大概15分钟左右我们打开盖子 现在生坯已经醒好了 体积冰箱变大了很多 用小刷子在表皮上刷上一点蛋黄液 最后再撒上一把黑的白芝麻 加入鸡蛋和白芝麻好看的同时还更加好吃哦 然后给它盖上盖子 选用电饭锅的煮饭功能或者是蛋糕功能 等待自动跳炸就可以了 锅跳炸以后要焖上5分钟再打开盖子 哇真的是非常的惊喜 我们按压来测试一下熟的也非常好 倒扣过来就脱模了非常的简单 按压下去立刻弹起 启发的也非常好 吃的时候用刀切成小块就可以享用了 我们的淀粉锅面包就做好了 表皮刷了鸡蛋液还有芝麻 颜色更加好看 里面就是满满的麦片了 底部是筋红酥脆的 麦片学会了这个新吃法 再也不想煮粥吃了 如果您也喜欢西域的做法 那就快来试试吧 连我的头像可以看得更多 加成个美食视频 创作不易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辛苦一下 连留下的评论我都会有些的去回复 我是新月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